我們來看看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是像這樣 有沒有,下面進來了 對不對 那麼我們剛剛算做那種文字效果 你應該不會想要在選擇裡面做吧 選擇裡面就要花比較多時間 對不對 那我們在選擇裡面做,很快要做好 那做好之後呢 就會把它丟到選擇裡面 但是呢 選擇多進來之後,我還有加一個 這樣做 就是因為你會發現我們剛剛是不是這一次就停住了 它沒有一直傳出的就好 那影片變暖本來不是會不斷的傳出嗎 所以我們在這邊慢慢的要講一些層次的部分 你了解這樣照片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那根座裡面 有一個柏拉大單車這裡,有沒有 這裡已經有一個原始檔 我們可以先把它打開一下 檔案格式車路 我看一下這個 這個檔案有錯沒關係,我們自己開一個新的 好,我們用2.0就好了 好嗎 先用簡單一點,先用2.0 好,確定 那個圖片在這邊 我會用到的圖,有沒有圖片在這裡 你會把它丟進來 是不是在這邊了 對不對 當然這張圖我們現在比較大,不過不管它 反正這個就是當作背景來用 好,所以你還是把它包圖成最好 那麼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文字燈號 怎麼辦,請你來把你的SWISH打開 SWISH 好,打開之後呢,它預測是400x300 當然你如果要比較大,你就做大一點沒關係 我通常還是 按一下百分百 好,確定一下400x300,這麼大而已 好,那我就來這邊,來打一下我的文字 OK 那你這個文字是什麼顏色,其實沒什麼關係 為什麼 我們只能做一個顏色對不對 可是你看我們剛剛那個效果 有沒有發現這裡是彩色的 當然新版本你可以這樣做 可是這版本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在SWISH 在SWISH裡面再來做就好 你就把4加進來之後呢 把它的 變化先完成 我覺得今天早稍微粗一點點 好,這個大小你自己再調一下 OK,這個應該大家都會,所以我 就做快一點 這個我們上次有用過 有沒有 好,還是你要再做一些變化都好 都進去 好,這個 你看它 冒效比較大一點 然後呢 它的縮量比較多一點 你可以調整一下 這樣有沒有比較不一樣 冒效比較多一點 蹦蹦蹦蹦蹦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這個小一點 有沒有跳的就比較平緩一點 好,那當然這個女孩在做一些旋轉啊 那個就是隨便女孩 反正先做一個效果 做好之後呢 待會有沒有要做會出 但是各位會出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啊 會出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這個 他有出現一個說明有沒有很長 他說,因為我現在SWISH做好了 我並不是直接拿出去 是要拿到搜尋面做整合 所以這個選項通常我們會勾起來 等一下我可以比較一下有勾跟沒有勾差在哪裡 好不好 好,你先在搜尋面先把動畫做完 這個大家文字動畫做好之後 我先來大度給你看 大度就是你可以選擇你的搜尋的版本 那原則上我們就用預設的就好 所以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 主要是你要知道會出這裡 就是這個有勾跟沒有勾差在哪裡 我們今天如果沒有勾 一般沒有勾就是我做海就直接拿去用 用到網絡上了 所以你看我先沒有勾的 我從這邊就會出 有沒有,變勾一起好了 SWF 好,那我把它先放搜尋面上好了 這是變勾1 好,那如果我勾起來 我看到第二個是勾起來 我重新會出 這叫變勾2 好,我們先直接來比較 如果我今天直接把這個動畫打開 變勾1 是正常的 對不對 你看有沒有變勾2 有沒有發現好像跟第一個不大一樣 有沒有位置要排掉 那為什麼位置要排掉 因為今天如果你不是直接輸出就要拿到網絡上就 我們要拿到FWH最狀態對不對 那FWH的話它的動畫我們都拿到當然來 是放到影片動畫裡面 那影片動畫的各位記不記者 我們剛剛不是影片動畫中看到有10字嗎 只要是圓件就有10字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方便 所以你們來看 我這兩個 我就把它匯在我們FWH裡面 會變什麼樣子 我們來給各位看 你現在呢 我就分到一個新的影片片段 這個我只要電影1好了 1 好,我就匯入電影1的 其實我們匯入的話 有些人會是SWF 對不對 把別人的扣進來 那除了它有保護 讓它正常你只要發布都可以 你看把它叫進來 你會插件之前 有沒有它把這些都變成件了 對不對 變成件把它叫進來 那重點在這邊 你看它有沒有對到哪裡 沒有對到正中間 是不是對到右下角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那個火焰 為什麼還要對到右下角 因為我們整個影片呢 假設我影片是這樣子的大小 它的圓點會用它的左上角對這邊 可是這樣我們要用是比較大要 因為你剛剛有看過來 我們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要對一次是很大對 可是你看我現在會插入一個新的 這叫對你二 那這次我插入另外一個 還有這個 好像不一樣 你看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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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有沒有剛好在正中間 知道有多跟沒有多 插到哪裡 如果你是要變成敵人的一個原件的話 有多的話它會把我卡在正中間 這樣會比較好用 這樣會比較好用 我可以卡到這裡 那為了方便大家看 所以我現在呢 把這個我先都清掉 這樣比較不會太棒 我重新再插入一個原件 這樣各位應該知道怎麼會出的 你會出的我現在就直接拿電影二進來 你有沒有發現它就直接變成一個一個進來了 有沒有 那但是請問我剛剛裡面有幾個字 我的文字有幾個 7個對不對 可是我的原件進來幾個 123456 有沒有發現少一個 為什麼少一個 有哪個字是重複的 有沒有發現1是重複的 你看它有節能減碳 他知道這個字是重複的 所以它不會折做一個 對不對 你如果這個原件 像這個進來 你還是幫它命名一下會比較好 這個 再多兩下 這樣你是不是會看得比較清楚 E 這是L W 怎麼還有一個W 這個原件 這是C 這是O 好 然後還有一個M 好 現在是不是都好了 那我們剛剛說如果你要變顏色要怎麼辦 因為在10許次的版本是不能變顏色 所以你要變顏色 不要忘記了我們剛剛有沒有提到原件的特性 本件變分身就會變 然後外面這邊是它的分身 所以我可以來這邊 比如說 比如說 我用這個原件 本件E 好 E 選進來 我現在變成它 你看選起來 有沒有發現它是一個形象 所以我來這邊 告訴它 阿伯利把他變這個原件 是不是變了 現在本身變 我們來看本身會不會變 有沒有變 可是因為它是兩個 所以一改一個就變兩個 然後EL 好 選起來 但是它你想要變什麼顏色 C O OK了 這樣就 是不一樣了 所以現在呢 你這個做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拿到我的主藏品上來用 當然 如果你要做這段話 我們還是建議這個就是分它來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 我這個原件就可以丟出來 假設打到這邊 我們就可以測試看看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去改就好了 OK 所以你現在呢 試著把我們當 SWIF最好的呢 記得 會出的時候 有一個選項記得勾起來 好 那它就會把你中心的移到正中間 好 來 我們就是再把程式的部分補進來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 你這樣測試做是動件很快對不對 而且不斷地重複 那動件快 那如果是假設 你覺得這個原字的效果你不滿意 我會建立你 不要在Flash裡面改 為什麼 你在這裡裡面改 你看每個都是關鍵點 你要改還改嗎 你故事搬到家 轉做比較好 對不對 這邊做比較快 那你只是做一個動件 就是擺字而已 擺字的顏色而已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這些 我現在這樣進來做 這個不斷的重複怎麼辦 有兩種方法 有人是在很遠很遠很遠的地方 就在插入一個影格 他就停在那裡 這是一種方法 不過 插入那個時間才會再回頭 那所以呢 有另外一個方式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 一般我們要寫程式 會寫在哪裡 寫在影格上面 比較多 那你也可以寫在按鈕上 也可以寫在影片陣段上 這是傳統的2.0的做法 當然他畫了3.0之後 只能寫在影格上面 好影格上面 但是 要寫程式有一個重要 只能寫在哪裡 關鍵影格上面 所以你看我這裡 我這裡如果都沒有關鍵影格 可不可以寫 不行 那一般寫程式的習慣 我們會把程式 獨立在一個圖層裡面 也就是說這個圖層 我就專門寫程式 因為以後我要找比較好找 而且我會放在哪裡 通常 大家目前 習慣上都會放在最上面 因為我一進來就看到 一進來就看到 所以 你在這裡 我就在這邊 把這個 稱作為Action 或者是所謂的動作 如果我們用中文 我們就用動作 好 我在最後面 因為我現在在最後面停 不放在這邊停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 要先插入一個關鍵點 這樣了解嗎 好 那麼 要跟他停的話 但你按右鍵 有沒有叫動作 對 就是這邊 就打開來的 那你用2.03.0 老實講 停的動作都一樣 都叫STOP 所以現在我們剛剛 因為2.03 這樣都沒有關係 好 你看這邊 你看 你可以從這邊 懸疑的 有沒有跟影片天亮 控制有關的 不是 時間走 控制有關的 有沒有清楚 跟自己打意思是一樣的 直接打清楚 那因為它是一個函數 誰的函數就是 它已經 就是 預設好的功能 就好像 各位平常 你們在看那個播放的程式 我們不是常常看這個 跟這個 跟這個 有沒有 這個不是 三個 三個就變小丸子 小丸子不是有三條線嗎 那你這樣一看就知道它的功能是什麼 對不對 這種就屬於內建功能 內建功能就是所謂的那種內建的函數 它會有一個這樣左右括號 表示說 你是STOP 那它是一個函數 所以就自動停 這樣 這樣 一樣好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搜尋裡面寫程式 通常 一行的最後面 寫數的 會代表一個分號 給它一個分號 表示 這樣已經結束了 那如果你不確定你寫了對或不對 你可以打個勾勾 它會當你做檢查 而且呢 如果你是寫對 假設你是寫對關鍵字的話 它會變原色 你看我今天我寫錯了 有沒有關鍵字變不一樣的原色 關鍵字會變原色 這樣有清楚那個概念了嗎 雖然我們今天很少 這只是先講一下 而且你寫完之後 你們看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A 有看到嗎 小小的A 這裡 讓你看到 因為它的英文叫做Action 這樣清楚吧 表示說 要有消解程式裡加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看看 我回到最後面 我們測試一下 有看到 有沒有最可怕的獎牌 你這樣要跳它也不想跳 因為你已經這樣要殺牌 對 因為本來是不斷的循環 那現在因為你有效的程式在它就停住了 這樣有清楚了吧 我們海邊走了五次之後 來到這裡 第一次寫到這個 雖然很簡單 你可以自己打 也可以 但是你也可以像我們剛剛一樣 從這邊 從這裡打 或從右手邊 從左手邊打都一樣 跟時間 只要放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真有一個結果 好吧 我打畫面就黃體哥了